台东的健康家庭文教基金会 特别举办了好工作和好生活的讲座活动 肯梦创办人朱平在董事长陈林彦的邀请之下 特别来到台东和民众以及青年分享 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职场 并且创造不凡的价值 同时具有作家身份的肯梦创办人朱平 于30号下午在健康家庭文教基金会 董事长陈林彦的邀请下 与台东举办好工作和好生活讲座 现场吸引不少年轻学子参与 我一直相信活出一个平衡的人生 是每一个人内心的梦想 那在我周遭的朋友当中呢 我最羡慕的人就叫做朱平 朱平老师他不但在工作事业上 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 他更能够拥有一个很平衡的生活 我随时看到他都是悠游自在 不慌不忙 没有被这个三西这个科技所绑架 我非常的羡慕他 所以我也知道他这几年来 常常鼓励年轻人找到自己适合的工作 那么你才可以活出一个兼顾生活跟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理想 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他来跟我们分享 他到底有什么秘诀 我相信这对每一个来听的年轻朋友也好 或是在职场中奋战的朋友也好 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 朱平在讲座中鼓励青年勇于尝试与经历每一个体验 根据苹果创办人贾伯斯学习书法的经验与民众分享 不同的人生经验将成为体验点 越多的人生经历才能交织出越大的网面 因为我觉得今天是一个不一样的场合 然后大家来这边都是有原因的 我想我们会找到原因 有一天会找到原因 为什么在来这边 我一直跟很多年轻人讲 我们Live就是连接很多点 这不是我讲的Steve Jobs 在Stanford那篇演出后有机会去看一下 他得了癌症 他知道自己得了癌症 那天跟大家讲 在年轻中间创造了很多我的点 那有一天那个点会连起来 对不对 连起来的变力会聚向出来了 那只有三个点 你怎么能弄三角形啊 不等变三角形啊 那一千个点在上面 你要划什么变化出来 做人生要多体验 那你们在台东大学读书 做人生好幸运 有个点在台东里面 那以后这个永远等待一辈子 台东的海 台东的天空 台东的太平洋的风 台东的所有的这种的体验 有一天你会想起来的 热爱台东的朱平 透过讲座与民众分享 如何乐在工作 不断学习 创造人生价值 带给民众不一样的人生启发 记者江碧任台东市报道